大家好我是威哥,欢迎来到怪兽奇谈的第32期节目 如果这期节目的点赞超过540,我会立即开启下只怪兽的更新工作,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,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,来自骷髅岛上的恐怖生物,惊魂突救的故事 首先,根据帝王组织的怪兽档案里的记录,惊魂突救又被称作因斯尼亚索 这主要是因为其头部长得很像突救的模样,因此而得名 另外,它和叶乙飞龙也有着亲缘关系,同属于爬行脊椎混合亚纹的生物 惊魂突救的伸长普遍在2至3米左右,在它坚硬的固质结构之上 还延伸着一个软组织的一模,其一展长度可达4至6米左右 张开时,就如同一个坚实的金属片,可轻松应对骷髅岛上肆虐的强风 此外,惊魂突救还是群居型的生物,它们在狩猎时,都是集体行动,只要探测到猎物 它们就会对猎物进行群殴 不过研究发现,惊魂突救其实并不属于骷髅岛上的本土生物 虽然它的视觉神经已经退化,但是它们拥有一套独特的热感应能力 它们的眼睛可以呈现出猎物的血液温度 这也就是说,惊魂突救其实是一种长期生活在黑暗环境中的生物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,惊魂突救的栖息地,正是在地心世界与地球表面的连接通道内 不仅如此,它们还可以通过纤细的骨骼在飞行中振动,发出一种低频的超声波 来定位猎物的位置,这就有点和蝙蝠的狩猎方式相同了 此外,惊魂突救还是地球上首次发现的一种,有着精神病态的生物 它们会捕猎骷髅岛上所独有的剧毒河豚,以激活自己狂暴的本能 让惊魂突救成为天空中的暴徒,这让它们就会无差别地攻击任何生物 就算是体型比它们大的多的泰坦巨兽,也是它们群起而攻之的狩猎目标 甚至在食物匮乏时,惊魂突救在同类之间,也会发生互相咬食的情况 而这种生物的特性,就和亚马逊的食人鱼十分相似了 所以研究人员又把惊魂突救,叫做飞翔在空中的食人鱼